12号 如果有一个外地练的 你能够接受吗 异地练 异地 那我想问你什么地方 我是北地方人 那你们吃的外地练 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他想考验一下你 我也找本地的 我以我家来的 我子妹都在这 2号 家鸡 谁鸡 谁鸡嘛 他跟他鸡肯定 家鸡肯定跟他狗走啊 你怎么知道他属狗啊 你属啥呀 我属虎 属虎 下虎随虎 是吗 那也是一样 就是说是一样的 你是笑感的吗 我是五虎 黄皮五虎的 黄皮五虎 那黄皮不算异地练吧 黄帝 黄皮是黄帝 黄皮 可以 可以啊 你的意思就是 其实到这个年龄呢 无所谓本地毕地 反正都退休了 对啊 反正老了就是笨吧 好跟帮主聊一下来 你好 哎 就是他身上就是有一点那个孩子气 所以你得哄着点 啊 我觉得 这是 这种年龄人 嗯 需要一点孩子气 是 好玩 显得有点可爱 对吧 拜托啊 我也老死 是的 我我我我认为他就标起嘛 好玩 嗯 你看他跟每个手啊 就有一个想想想想要呼了你来 啊 啊 油 我不是瞎说你看你这个那个动作什么 能有有高有手要不得 你还把他腰一样猴的像个虾米的高的动 啊 哈哈哈 那你和别个一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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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说我对一孙的还想不想想鼓掌 你想 哈哈 哈哈哈 然后我感觉非常奇怪这个表情取来了 刚才我们娟子就一说一夸的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看见没有 哈哈哈哈 所以呆地他就专上呆地身上有个童心 所以我们蛮开心的 你把这娟子做得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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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王友恒来到了终极选择开始 终极选择过后舞台上还有一首套话 谢谢 谢谢 问一下刚才沟通的比较多的 11号为什么要灭灯 他太瘦了 起码有个肩膀宽一点 有厚实一点 靠的也舒服一点 哈哈哈 但是 2号他这个身材比较丰满 他就喜欢瘦一点 我估计啊 我们先把2号的基本资料公布一下 陈彦 陈彦50岁 富士店的老板年收入3万左右 没有住房 李懿有一个儿子已经独立 喜欢种花 现在让我们公布一下 王先生的桃花一种人 他就是 11号 陈秀英 55岁 印刷厂工人退休 年收入6万左右 有住房 饭偶 有一个女儿已经独立 喜欢旅游运动和锻炼 摆在你面前有这么几条路可以选 第一 直接牵手2号 没有任何障碍 第二 坚持向你的桃花一种人 11号表白 第三 放弃这个权力 我可以选择1 2还是3 1 直接牵手 对 是不是这身材搭配还蛮好